大家好,这集视频会示范怎样在没有GMS的华为手机 使用Gmail、Google Photo、YouTube等等 相信这个方法是最简单最直接的了 所以各位华为用户们不妨试试看 首先,先打开AppGallery 输入并搜索GSpace 找到后,即可点击Inspo开始安装 完成安装后,马上启用看看 这个就是了,马上启用 点击Start 点击Allow允许通话 照片和媒体文件权限 首次登入,需要先下载一下插件 点击Continue继续 GSpace已经预先安装好了这些需要用到GMS的App 方便让大家点进去,就可以开始用了 首先先点击Login 首次使用,可以直接用华为账号登入 现在我们来尝试打开YouTube 免费版的GSpace是附有广告的 付费版的就可以去掉广告了 等一下在影片后面 再给大家看看付费版的价格 同时,你也可以登入到你的Google账号 我们现在来尝试登入看看 点击右上方的个人图标 然后点击Signing 再点击Add Account 这个信息弹出是提醒你说 这个虚拟空间将会以P30机型登入Google 因为你将会收到Google的邮件通知说 有P30机型正在登录你的账号 这个登录是来自于GSpace 所以不用担心 接下来,输入Google用户名和笔码登入就可以了 选择Yes, I mean 选择I agree 选择Accept 这样就登录好了 现在尝试打开Gmail 因为是免费版 所以每次打开App都会弹广告 选择刚才已登入的Google账号 然后点Take me to Gmail 这样就可以查看Gmail的邮件了 如果不想被广告骚扰的话 可以考虑购买付费版 点击右上方的金黄色按键 你可以选择付月费 分别有1、3、6、12个月的选项 最后你还可以选择直接买断 好了,这集视频先到这里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帮到你们 喜欢记得订阅和给赞哦